多支地产债于深交所发行 监管部门表态支持房地产正常融资 房地产行业正恢复正常融资 12月1日 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正式在深交所上市 引发市场关注 这并非格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 万科尼于近期发行7.77亿元供应链ABS 并计划于12月将2021年内 供应链ABS额度发行完毕 绿程 龙湖分别计划于近期发行8至10亿元供应链ABS 龙光控股计划于12月发行6.65亿元CMBS 并计划后续发行约5亿元供应链ABS 早前 受恒大风险事件影响 部分市场人士担忧 可能影响房地产行业融资 但随后 监管层很快回应了相关担忧 但在今年9月底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后 金融监管部门开始密集释放 房地产金融政策积极信号 向市场传递暖意 引导房企融资环境逐渐解冻 央行有关负责人直言 恒大集团出现风险主要源于自身经营不善 盲目扩张 据于两行介绍 近期 境内房地产销售 购地 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 一揭中资房企开始回购境外债券 部分投资人也开始满入中资房企美元债券 记者从招商舍口处了解到 招商舍口通过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 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支持 发行渠道畅通 公司债券发行 获得合作银行的大力支持 也得到了市场化投资机构的充分认可 票灭利率多次创下相近时间内 房地产企业债券利率新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